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 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火力 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 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未来的新创拼图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杨家长辈经趋势想讲 想要跟大家导读一个性别的议题 它是经济学人1月30号的文章 那对全球女性来说 到底是婚姻这个因素 还是成为母亲成为父母 生儿育女这个因素 造成男女劳动参与率的这种巨大的差异 也就是说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这些官方的统计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跟男性的劳动参与率 有显著的差别 那到底是因为婚姻造成的 还是因为生育造成的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 目前看起来 在这些高所的国家 比如说英国 它的脱婴成本 如果你一旦为人父母 然后你又是职业父母 那你却要去上班 脱婴的成本是特别显著的女性工作障碍 根据有一个组织它做的调查 它大概针对两万多名的父母做的调查 他们发现这两万多名的父母显示 大概有一成左右的女性薪资 它事实上是比脱婴的支出还要来得低 那这样想一想 还不如在家照顾子女 可以省下脱婴的费用 所以脱婴成本确实 对一些高所的国家来讲 有可能是一个显著的障碍 刚刚讲的英国的例子 它还不是最高的 OECD国家 由美国 爱尔兰 纽西兰 的脱婴支出 占父母进家庭收入的比例 那是高于英国 那大概所有的国家的女性质涯 在当了父母之后 都一定会受到影响 只要你生育子女 女性的质涯一定会受到限制 如果从全世界来看 我们可以看劳动参与率 如果我们锁定在工作的年龄 25岁到54岁的男性来说 其实有95% 95%都是在劳动力之中 但是同样的年龄 25到54岁的女性 劳动参与只有52% 比男性少非常非常的多 几乎是二分之一的差别 那伦敦经济学院 跟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 它这个研究 其实涵盖了134个国家 这134个国家的人口数 占世界人口数的比例 已经达到95% 所以等于说 有一定的代表性 它所有的国家 都很清楚的呈现 女性的劳动率 在生育之后 就明显的下降 他们定义一个名称 叫做母亲的代价 那母亲的代价 他们定义是 女性在第一个子女出生后 的十年期间 就业几率下降的平均值 他把这个平均值 叫做母亲的代价 第一年履性离开 劳动职场大概24% 但是等到五年后 你再看 还没有回到 劳动职场的 还有17% 然后十年后 还没有参与 劳动市场的 有15% 其实这个曲线 看起来就是 一开始第一年 因为子女出生 他离开职场 大概接近四分之一 就是24% 四个人里面会有 一个就离开 但是过了五年之后 跟过了十年之后 大概15%到17%左右 都还没有回到职场 其实就表示说 刚开始有一个 明显的退出 劳动参与 然后会回来一点点 可是回来一点点之后 不管是五年或十年 这个状况就没有改变 那就表示说 五年之后 如果还没重返职场 大概就是 永久离开 劳动市场 那高手的国家 其实不止 母亲的代价 他们也担心 所谓的 这种 薪资待遇的性别差异 不过大家想看 如果女性 参与职业的时间 因为这些生育的因素 而必须要离开职场 那就表示 她参与职业的期间 一般来说 比男性还要来得短 所以你离开职场 事实上代表 你的升迁机会 跟你的职业发展机会 是更少 那自然而然 她也会因为这样的因素 而影响 女性的职场待遇 不过 如果我们把国家 做不同所得程度的区分 你就可以发现 刚刚讲的是 母亲的代价 其实不同所得程度的国家 关键的问题 并不一定都是 生育的问题 我们发现 高所得国家中 女性首位子女出生的因素 它可以解释八成左右 为什么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显著低于男性 它可以解释八成 可是如果你针对 最低所得的国家 的这些群体来看 你会发现 女性出生 竟然只能解释 一成左右的劳动参与差异 那到底是什么因素 影响了女性的劳动参与 发现 其实最低所得的 这些国家里面 婚姻的影响因素更大 比如说上比亚 这些相关的国家 只要女子一结婚 几乎就注定了 他们离开了劳动市场 所以像刚刚讲的 上比亚的国家 婚姻单向的因素 就可以解释 一半以上的劳动参与率 男女的差异 这些中等所得国家 比如说像墨西哥 这些国家 他们情况又略有不同 就是女性 如果结婚 在婚后初期 你会发现 他们还是可以 投入职场 但是当了母亲之后 几乎永远脱离了职场 这个很明显的 就是中等国家来讲 是母亲的代价 而且那个母亲的代价 是立即 只要一当父母之后就发生 就是极少有女性 当了妈妈之后 还有机会重返职场 他基本上只要生了小孩 他就永久脱离职场 OK 比如说资料显示 拉丁美洲的这些国家 有大概四成 就是38%左右的女性 她是因子女诞生而离开职场 可是如果你追踪 这些女性 你会发现 10年后 她还是有37% 还是一样接近四成 没有重返职场 也就是说 她没有参与劳动市场 所以如果跟 低所得的国家相比 其实这一个 永久离开职场的问题 两边的差异 也就是说 中等所得国家 跟低所得国家的差异不大 低所得国家 主要是因为婚姻 但中等所得国家 是因为当了母亲 但是不管是婚姻 或是当了母亲 在这两类的国家 女性几乎一离开职场 就代表了永久离开 看起来目前 母性选择离开职场 是有很鲜明的经济的考量 因为你工作的时候 有薪资 但是你就要增加 托婴的支出 所以两边相减之后 如果你所胜有限的话 也许这也会降低 你在参与职场的诱营 除了这个经济因素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 社会伦理文化的因素 根据国际劳动组织 他2018年的估计 这份研究报告 大概有6亿左右的 工作年龄女性 她因为照顾子女的责任 而离开职场 全球 但是男性呢 却只有4100万的人 因为照顾子女而离开职场 那你想想看 为什么照顾责任都在女性身上 显然跟社会伦理文化是有关系的 过去普林斯顿大学 跟伦敦经济学院 他们的研究也是有发现 如果这个工作的女性 她的母亲 也就是说祖母辈 她也是离开职场 这一类的女性 她也比较可能会离开职场 也就是说包括家庭的这些因素 其实都反映出家庭伦理 还有文化 还有价值观的这些因素 所以目前这样看起来 我们可以说 当前全球劳动供需 事实上是趋紧的 这个趋势看起来有真无几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 采取各式各样补助的措施 比如说托婴的补助 想办法育婴价放宽等等 希望来鼓励女性能够重返职场 这些高所得国家 像英国、奥地利亚、德国、荷兰都看得到 几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2021年 加拿大就透过补贴 他让托婴费用 在加拿大 每天的托婴费用只需要7.5美元 日本也有调整相关的租税诱因 来鼓励女性重返职场 那约旦 约旦政府他规定 2033年 他是设定2033年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倍增 那就表示他要用各式各样的措施 来让女性能够提高她们的职场 劳动的参与 所以他加码了职业母亲的托婴补助 不过 你们觉得这些措施的效果怎么样 如果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发布的研究报告 其实在95个他们研究的国家里面 因为政府托婴法规的推动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改善只有4% 就是4个百分点 而且还有不少的国家 他们在政策执行上也遇到各式各样的限制 比如说加拿大 德国 他们的托儿机构根本不够 所以这些父母就算有这些政策的补助 他们光排队就大排 长龙 不晓得要等多久 都还排不到自己可以进入托儿机构 那英国啊 刚好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他把支付公托费用定得太低 就根本没有公托机构 就是没有机构愿意担任公托机构 所以公托机构的数量就明显的降低 就变成增多周少 一样等不到 另外当然就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政府介入实施补助 这些成本就转嫁给纳税人 你就可以看到 有时候也有很多这些托儿的组织 他的整个营运效率变得很低 就是成本效率显著的下降 所以我们这样来看 以目前既有的施政的经验显示 想要改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你用目前所知的这些托婴补助等等的措施 可以创造的效益是有限的 4%的效果 事实上对于劳动参与 就是劳动市场的景处来讲 其实帮助真的还蛮有限 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假设女性退出劳动市场 她的劳动参与率 在一定的年期之后 就会开始水平化 也就是说她是永久的离开 所以你如果要用这些措施 再把这些离开职场的女性叫回来 投入劳动市场 目前光纯粹用数字来计算 没有超过170年以上 恐怕是没有办法显著的缩小 男性跟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差距 所以这样看起来 其实大家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现在全世界上百个国家 她们的生育率都一直持续在下降 因为对女性来说 这个母亲的代价真的非常的显著 对于低所得的这些国家来讲 光光是婚姻就有可能让女性 没有机会参与劳动市场 这个就是目前全球劳动参与 性别差异的现况 提供各位参考 希望各位觉得有所帮助 感谢各位的收听 那我们下次见